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,正处于多年来的最高水平。 美国声称,伊朗因为上周阿曼湾两艘邮轮遭到的破坏性袭击负责。 不过,伊朗断然拒绝了美国的指控。 与此同时,美国五角大楼决定向中东地区再增加一千人的军队,面对美国人不断进行的军事调遣。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Hawson Salami,表示,伊朗拥有多种军事手段,反击美国军队。 其中最犀利的,应该是高精度弹道导弹,能够轻易打击美军在海上的航空母舰。 萨拉米6月19日在伊朗电视台发表的讲话中说,伊朗自主研发的这种弹道导弹技术, 改变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。 这些导弹可以对在海上行驶的大型水面舰艇,进行非常精确的打击这些导弹都是国产的。 很难拦截。 也很难被其他导弹击中。 不过,萨拉米没有具体说明,他指的是哪种型号的导弹。 在他发表上述言论之前,伊朗空军司令不久前也发表言论,警告敌人在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。 尽可能远离伊朗边境。 伊朗的防空火力,对那些侦察伊朗,在伊朗上空活动的敌人战机,将毫不留情。 不过,美国方面似乎并不打算与伊朗比拼谁更强硬。 同样在6月19日,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,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施压,以遏制其攻击性。 但他补充说,美国并不打算发动战争,特朗普总统不想要战争。 我们将继续传达这一资讯,同时采取必要措施,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。 蓬佩奥在佛罗里达州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发表演讲时说, 多年来,伊朗积累了大量本土研制的导弹技术, 包括塞亚德-2型和塞亚德-3型移动发射防空导弹, 以及各种地对空导弹和反舰导弹。 今年2月,德黑兰在一个国防展览会上, 展示了霍威伊泽Holivin的新型远端巡航导弹。 据称该巡航导弹的射程,在1300公里左右, 具备精确打击能力, 相信能给敌人造成重大威胁。 从射程上看, 该巡航导弹覆盖了中东大部分地区, 而且据说能够在大多数敌人雷达探测不到的情况下, 进行低空飞行。 伊朗新闻电视台, 当时援引伊朗国防部长哈塔米, 在展出期间的讲话称, 这款导弹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做好发射准备。 十分高效。 哈塔米指出, 这款导弹是伊朗航空航天工业组织公司研发的, 射程超过1350公里, 命中精度高。 最重要的是, 该导弹能够在末段进行低空飞行, 隐蔽效能非常好, 很难拦截。 有专家评估称, 如果仅从描述上来看, 这种巡航导弹与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非常近似。 伊朗国防部官方网站, 2017年7月22日释出的一张照片显示, 塞亚德副三型防空导弹, 正在伊朗一个秘密地点投产。 上周,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, 升级至多年来的最高水平。 此前, 伊朗海岸附近的阿曼湾, 发生了一起针对两艘邮轮的明显破坏袭击。 美国立即将此次袭击, 归咎于伊朗。 指责伊斯是唯一一个拥有如此丰富资源和熟练技能的国家, 能够如此老练地采取行动。 德黑兰对华盛顿的指控, 进行了猛烈抨击。 伊朗外长扎里夫·穆罕莎·沃·沃瑟·瑞夫, 表示, 美国的说法没有丝毫事实依据。 甚至没有甚至间接证据。 美国的主要盟友德国、法国、日本、以及俄罗斯都敦促保持克制。 有国家警告称, 美国决定依邮轮事件向中东增派一千名士兵, 以对抗伊朗。 这有可能开启一个潘多拉盒子, 带来意想不到和不可预测的后果。 那么多勇论。